大家好我是成宇 相信大家一定有看過迪士尼版本的《美女與野獸》 但這個版本卻和原先作家筆下的故事有些許的出入 而這個看似浪漫的故事其實充滿可怕的企圖 故事裡頭究竟發生了什麼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 美女與野獸的故事 時間回到很久很久以前 在座名為美麗國的國度住著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 這位商人除了生意成功以外還有三個美麗的女兒 其中小女兒名叫貝兒 長得非常的可愛動人 這最小的妹妹不僅比姐姐美麗 也比她們善良優秀 而兩個姐姐因為家庭富有所以非常的傲慢 她們自認為是貴婦 所以不太願意和他人打交道 雖然如此 大家依舊知道三姐妹的家中很有錢 許多大商人紛紛前來提親 但堅酸的大姐看見前來提親的商人卻說道 你是什麼東西 不是個公爵 至少也得是個伯爵吧 幾個臭錢就想娶我 快回家吧 大姐和二姐總是擺出高姿態來拒絕提親之人 但小妹貝兒卻真誠的感謝那些想娶她的人 但告訴他們自己太年輕了 想多陪在父親身邊一些時日 在不久之後美利國發生了一次金融危機 這讓商人啊賠掉了所有的財產 讓一家人只能搬到一處偏僻的小屋 兩個姐姐回頭想要尋找那些有錢的年輕人 卻被冷言冷語的說道 你們沒辦法驕傲了吧 去一邊放羊 一邊做貴婦吧 但溫柔的貝兒卻依舊有許多的紳士願意娶她為妻 貼心的貝兒卻只願意跟著父親一同工作 日子雖然辛苦貝兒卻一句也沒有抱怨 貝兒就這樣每日早起打掃房子後邊縫紉邊唱著歌 而兩個姐姐卻每天都跑出去閒逛 去懷念他們漂亮的衣服和有錢的朋友 就這樣一年過去了 商人收到一封等待已久的信件 幫他載運貨品的船隻啊 終於順利抵達美利國了 聽到這個消息 姐姐們的眼睛都亮了起來 他們催促著父親趕快動身去經商 還請他從國外回來時 帶一些禮服和珠寶當作禮物 父親聽到兩個姐姐的要求後 轉身向貝兒問道 可愛女兒 你有要我買什麼嗎 貝兒深知父親目前賺的錢啊 恐怕還買不起姐姐的禮服 於是開口說道 這附近沒有玫瑰花 幫我帶一朵玫瑰花回來吧 隔天商人便動身出門做買賣 航行在大海上時 他看見天上有一群叼著網子的奇怪天鵝飛過 在網中啊 似乎還坐著一個人類 看見這奇怪場景的商人啊 就這樣 到達了神秘國 沒想到這些貨物 並沒有自己之前的品質優良了 因此他又賠了不少錢 只能失魂落魄的回到美麗國 雖然商人又再次經商失敗 但只要一想到又能和孩子見面 他就覺得十分的開心 但在回家之前 商人必須穿過一座大森林 沒想到居然在森林之中迷路了 心中想著自己不是餓死 就是被四周正在嚎叫的狼給活活咬死 只能一步一步的找尋出口 不知道走了多久 正當商人快失去求生意志時 看見哪在樹林的背後正閃著亮光 商人眼睛一亮 便快步向亮光前進 沒想到散發著亮光的居然是一座華麗的城堡 商人認為這是上帝為了拯救他而安排的 便走進了城堡 沒想到餐桌上擺滿著山珍海味 但只有一副餐具 實在餓得受不了的商人 便上前拿起一隻雞腿 開始大快躲移起來 吃飽喝足後便找了間舒適的房間 就這樣一覺到天亮 等他醒來已經是隔天中午了 睡了好覺的商人 便打算離開這座城堡 當他離開時想起了小女兒貝兒的願望 便在花園隨手折下一朵玫瑰 這時 他突然聽到一聲嘶吼 一隻可怕的野獸向他走來 野獸開口說道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傢伙 我好心收留你 你卻要偷走我最愛的玫瑰花 受死吧 商人急忙跪下說道 請原諒我 這玫瑰是我女兒要的 不知道這麼做會冒犯您 野獸聽了商人的理由 便叫商人將其中一名女兒交出來代替受罰 不然呢就走著敲 商人只能拿著那朵玫瑰 離開了城堡 不久之後 商人終於回到了鄉下的那間小屋 看見了自己的孩子 回到家的商人 原先應該給孩子們一個擁抱 但看見孩子們的他卻流下淚來 開始向三姐妹述說自己發生的恐怖經歷 兩個姐姐生氣的向貝兒說道 為什麼你不跟我們一樣要禮服珠寶就好啊 偏偏要一朵玫瑰 讓父親陷入危險 貝兒聽完姐姐的責罵便說道 既然野獸是要我們姐妹中的一個 那我自願去面對野獸 父親難過的勸說著貝兒 但貝兒依舊堅持前往那座野獸的城堡 不久之後 貝兒便騎著馬前往了森林中那座閃著金光的城堡 當貝兒抵達時 忍不住散歎起這座建築的美麗 當貝兒走進這座城堡後 居然發現其中一扇門上頭寫著 貝兒的房間 這讓他嚇一跳 便急忙打開這扇門 裡頭除了華麗的裝飾外 居然還有滿滿的書籍 貝兒拿下一本最華麗的書 上頭又金色字母寫著 請許願請命令 您是這裡的女主人 貝兒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成語檔案 還希望我可以看看我的家人 突然在一旁的鏡子上出現了一臉愁容的父親和兩個姐姐 雖然影像瞬間就消失了 但這讓貝兒感到很安心 也對這城堡裡的野獸不那麼害怕了 甚至期待著野獸的出現 時間到了晚上 貝兒發現餐桌上已經擺好了滿滿的食物 雖然沒看見任何人 卻聽見了美妙的音樂 當他準備上桌用餐時 卻聽見了野獸的聲音 我能陪你吃飯嗎 野獸說道 貝兒回答 您才是這裡的主人 野獸說道 不 你才是這唯一的女主人 如果你覺得我很煩 只要叫我走就好 我會立刻離開的 告訴我 你是不是覺得 我長得很醜 貝兒看了看野獸 雖然內心害怕 卻不想對野獸說謊 只能婉轉的回答 我喜歡您的好心腸 只要想到這點 您 就沒有那麼醜陋了 這幾句對話讓野獸與貝兒兩人快速的熟悉彼此 也共進了一次美好的晚餐 接下來日子 貝兒幾乎不害怕野獸了 兩人過著平凡的生活 但在一次的晚餐上 野獸說了一句令貝兒震驚的話 貝兒 你願意嫁給我嗎 貝兒沉默了一陣子 他害怕自己如果拒絕野獸 會讓他大發雷霆 但最後貝兒還是發抖的回答道 野獸 我不願意 聽到回答的野獸 似乎 我真的忍不住 聽到回答的野獸似乎想要嘗嘆一聲 但他的嘆息聲卻變成可怕的呼嘯 讓整座城堡震動了起來 貝兒不禁對這頭野獸同情了起來 心裡想著 他心腸其實很好 只是 長得太醜了 貝兒不禁對這頭野獸 貝兒 都來陪貝兒聊天 吃晚餐 貝兒每天都在野獸身上發現新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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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我也想答應你 但是又不想說謊 所以只能告訴你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不過 我永遠是你的朋友 貝兒回到房間 又向魔法書 蓄起了願望 他在鏡子裡看到 因思念女兒病倒的父親 貝兒啊 急忙向野獸要求道 我答應你永遠不離開 但我很想再見父親一面 如果不行 我也很痛苦的 野獸 叹了一口氣 便答應了貝兒的請求 並給了貝兒一枚魔法戒指後說道 要記得你的承諾 如果你不歸來 我會痛苦的死去 如果你想回來 只要把戒指放在桌上就行了 再見 親愛的貝兒 兩人道別完 貝兒便急忙的跑回家中 商人看見自己的女兒 回來了相當的開心 身體似乎沒有了病痛 兩人緊緊擁抱哭泣 貝兒就這樣沉浸在親情之中 就這樣過了十天 在那天的夜晚貝兒做了一個夢 他夢到自己在城堡的花園裡 而野獸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貝兒突然驚醒 便決定回到城堡去找野獸 便將魔法戒指放在桌上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當貝兒再次張開眼睛 發現已經躺在城堡中 他趕緊啊 跑到花園 看到倒在地上的野獸 貝兒抱起野獸大聲說道 親愛的野獸 你不能死 你要活下來 當我的丈夫 從現在開始 我會把自己交給你 我發誓 我永遠屬於你一個人 這時城堡閃耀出光芒和燦爛的煙火 野獸消失了 現在躺在他腳邊的是一位長相俊美的王子 王子開口向貝兒說道 我原本是個魯莽的傢伙 仙女把我變成了野獸 除非有美麗的女孩願意嫁給我 否則我永遠不能回復原來的樣子 世界上只有你 會因為我善良的個性而感動 你願意嫁給我嗎 貝兒便衝向前給王子一個深深的擁抱 從今以後 兩人便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美女與野獸這個故事是出自於法國作家 加布里埃爾蘇珊巴爾伯特德文人紐夫 收錄於西元1740年的作品集 而這奇幻又帶有浪漫的故事 於西元1771年改編為歌劇版本 而於西元1991年由迪士尼推出的動畫版 讓這個故事廣為人知 美女與野獸中最強大的力量 不是魔法也不是愛情 而是女性的同意 在這故事中的野獸都是向貝兒請求 而貝兒永遠掌握著拒絕的權利 野獸不會強迫他完成任何不情願的事情 但在迪士尼的版本中 故事拋棄了貝兒這名女性的同意權 野獸在貝兒拒絕共進晚餐時大發雷霆 讓整個故事變得充滿男性的殺人主義 但不論是哪個版本 犯罪的父親居然能輕易的 將女兒交給富有的野獸 是否再將女性籌碼化 也是值得我們 思考的地方 我是成語 我們下回 再見 我會對方的crit戀 謝謝 我的愚蠢 我會對方的軍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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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